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朋友 却又表示想复婚的鼻祖 中的网友也是纷纷逼死开来 有的表示是炒作 为新歌和后续的演唱会做铺垫 甚至还有号称经济学家的网友 指出两个人是假离婚 立出这些看似很巧的日期 并表示两个人只是为了躲避上海限购令 才离婚买房 辈子 老娘最想说的是 薛之谦和前妻的复合 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美好 这背后更深层的东西 就不要去探究啦 既然两个人都选择了重新爱彼此 那吃瓜群众当然要祝福两个人的余生 要继续幸福啦 好啦 今天的818就是这样啦 明天晚上8点18分 继续听老娘讲娱乐圈熊孩子的那些事